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经文 在483页 从第2行开始看起 云 和 六报 阿南 一切众生 六世造业 所遭二报 从六根出 现在是佛 他要解释什么叫六交报 他先问 问大众 云和六报 什么是六报呢 阿南一切众生 六世造业 所造二报 从六根出 我们在造业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来造呢 六世 六世是什么 眼世 耳世 鼻世 蛇世 身世 义世 就是我们的六根 我们六根是什么 眼 耳 鼻 蛇 身 义 那么我们能够看 看的是眼根还是眼世 问你们 眼世 OK 眼世 所以造业的是眼世在造业 但是通过那个眼根 所以六根叫贼媒 贼的媒人 贼的媒人就是我们的六根 偶艺大师所说的 他说 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读 根 成 事 如 恶 差 句 舍 非 根 成 则 事 何 由 造业 舍 非 成 事 则 根 何 由 受 报 顾 造业 招报 根 事 必 句 什么叫根 成 事 这三个是什么来 根是指什么 六根 六根是哪六根 有没有人不知道的 有没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六根 全部都知道哈 眼耳鼻舌生意 那么 成是指什么 六成 对吗 六成是什么 色 身 香 味 处 还有呢 法 那么这个事是指什么 什么 六 事 六 事 六 事是什么 这边前面六根是 眼耳鼻舌生意 那么六 事又是什么 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每一个再加一个什么 根再加一个事 每一个根再加一个事就是了 就是什么呢 眼耳鼻舌 耳鼻舌 舌舌生意 就是六 事 那么 根 成 事是三样 我们每天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天都用六根 六根攀岩什么 六成 然后产生什么 六 事 这三个六 六三十八叫什么 十八戒 就是叫十八戒 任意经前面有讲十八戒 就是这个 十八戒 那么这三样啊 根 成 事 叫做好像二差距 什么叫二差距呢 听过那个四种亲近名回的应该知道 什么是二差距 二差距是什么 旧球知道吗 忘记了 不是 二差距是一种水果 印度的一种水果 就是它每一个T呢有三粒水果 一定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这三粒水果分不开 因为它是从一个T 同一个T 也就是说 根 成 事 像二差距水果一样三样分不开的 一起的 也就是说假如 假设不是 六根跟六成 的关系的话 我们的六事绝对不会去造业 明白没有 怎么样说呢 我们假如没有眼根 我们怎么会 会去看呢 我们就好像说 假如你的眼根坏了 你可以看东西吗 可以啦看到暗喔 看不到明喔 有限啊 那所以我们 会起 分别喔我看到什么了啦 都是因为 根帮助你 但是根是看什么呢 看色尘 有没有眼根对色尘 产生什么 眼视 那么眼视看起来 他就分别 哎呦 这个不好 我很讨厌 接着下来你就会怎么样 造业啦 所以是六事去造业 因为六事他会分别 叫了别 是的意思叫了别 了别就是很会分别 他是能够造业的 那么 又讲了 色非成事 则根 何有受报 假如没有六成 外面的境界 跟你本身的六事 六根也不需要受果报 就是主要是因为有外面的吸引你的 色身相畏处 然后呢再加上你心里去跑去 一直向外跑 向外去攀缘 所以呢你六根就帮忙咯 他是贼妹嘛 就帮忙咯 看咯 听咯 就注意咯 所以这样子呢 就 导致说 六根造罪咯 六事造罪可是六根帮助 所以六根以后要受果报 在这里说 根和有受报 所以呢 造业招来果报 必须是有六根 六事 合作的 那么造业是六事 受果报是什么 六根 所以我们讲六根交报 是我们的 六根呢 开始要受苦咯 那么我们又讲回你们的现实生活咯 你什么时候会发脾气 现在是最好时候了 不要复长 你曾经发过什么脾气 你可以讲出来 当时是怎么样情况 你变成会发脾气 首先是怎么样 什么事情 导致的 你看到什么 你听到什么 同样你讲一个example 你自己的example 注意听哦 对我们大家都很有帮助的 首先是怎么样 我在学校 老师叫我们做功课 没有做 然后过后 撒谎给人家发泄了 所以就怒 就生气 算不算是 你在学校 没有做功课 然后呢 然后 你骗老师 我想要去 转啊 转那个东西 老师其实你都没有讲清楚 所以我才没有做 然后一直到全班讲 老师你有讲 然后我就 很生气 很生气 OK 那么你是 哪一根导致你生气 你先讲 哪一根 耳根 耳根 耳根听到什么 耳根 听到同学们讲 老师有讲 那一句话 所以大家讲的那一句话是深层 对吗 所以你耳根 对着深层产生什么事 耳事 你耳的认识 啊 你们讲说老师 有讲 然后你就分别 他们讲这句话 你就听到这句话了 你知道他们讲什么 接下来你的 阿拉 你的意识 第六意识 想什么 分别 怎么样 起分别 你想什么 你说 这样东西 对我很 没有利益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被骂 所以我就为了逃避 这样被骂 我就 装起 很生气 你们讲谎 这样 你讲出来啦 然后 没有啦 心里面喊 在心里面喊 在心里面已经有飞到出来啦 OK 这个事还是不是很很大的 如果是有没有对父母那一方面呢 有没有造业 可以讲出来 你讲 学校 看到很喜欢的东西 跟爸爸妈妈 讲 还没有讲 但是我想他们不会给 然后就 偷到 因为一路以来都发现到父母亲有小习惯 在某一些地方放的钱他们没有注意的 然后 很会观察 我爸爸几时放钱 几时算多少 然后我自己去算 所以你还没有 透之前你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 那时候的准备呢 是用哪一根在准备了 眼根观察 耳根 在听 听爸爸妈妈他们的确他们是没有注意的 然后用讲话 test一下 又用舌根 test一下他们真的是不懂的 然后 就 身体力行去算一算多少钱 然后 爸爸你懂吗 其实那边有五块 其实那边是有六块七块啦 然后过后其他的两块就吃掉了 可以了吗 现在大家清楚吗 就是这个 他偷母亲 父亲的钱 他用几根 用了 你先讲什么习惯让你要偷 贪 贪 OK 贪息让你去偷 那么 你用哪一根 主要先 先 先犯的是哪一根 眼根 眼根 然后接着下来呢 耳根也帮助 还有呢 舌根 舌根 还有呢 深根 四个 然后过后想怎么去做一根 一根 你看 五根 他用了五根了 所以六根交报 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我们来看 说这个一切众生六事造业 就是你用你的眼是耳是鼻是蛇是身是意是造业 所造的恶报呢 从六根出 就是所造来的恶报呢 要从哪里来搜呢 六根来去搜 我们这个是种六报总相 现在我们来看 是 六报 别相 有分六段 六报个别个别的相是怎么样的 我们先看第一叫见报 见报 Retribution of seeing 那么见报呢又分两大段 第一段是当根招报 当眼根本身招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 他又分三个阶段 现报 生报跟后报 我们看的现在是现报 眼根现在是讲见报 见报就是眼根 我们来读一下 继续读经文 好 你们先看白板了 白板我刚才说那个 六根是贼眉吗 六根是贼出入之所 什么是贼 你们知道吗 你如果连贼都不认识 你怎么能够赶贼 贼来到你家 你都不知道他以为是好朋友 让他进来 你家一定被他喜怯 空了 一扫而空了 什么是贼 你要知道 偷你的财宝的是贼 对不对 那么到底呢 偷你的本身的财宝的是哪一些贼 不是 六根是贼出入的地方 六层是贼啊 六室是贼 贪 称 吃 是贼 六根呢 我们是透过六根去造业 六根会帮助你 帮助你呢 让你去造业 因为没有透过六根 你怎么看 你怎么听啊 对不对 但是他本身不能看了 他就好像门一样开着门 贼就可以进来了 你们知道 好像我们晚上半夜不关门的话 贼就很容易进来 对吗 我们每天 一天到晚喜欢看 看东西 耳根喜欢听 每天开着 每天去那种地方 你们去那个玩computer game的地方 你们 到了那个地方 你们的眼根 开了 耳根也开了 开着 让那个贼进来 什么是贼 城是贼啊 生城 还有什么城 色城是贼 因为你要知道 当我们人啊 我们眼睛 我们耳朵 我们看 看 我们一看的时候 我们会累吗 我们听了会累吗 会很累 累就表示说 你的财宝呢 已经减少了 我们的精气神减少 精气神就是我们的财宝 所以你就精气神消损 所以你会累 甚至于身体会不健康 所以你就已经 贫穷了 这是一点 再来 如果呢 透过这个耳根 眼根 你去做那些事情 对你没有利益的呢 它不但呢 让你累 让你身体不健康 还会让你呢 造恶 对吗 你一造恶怎么办呢 有没有受伤啊 有受伤吗 你的法身毁命会受伤 所以你自己呢 就是引贼来结你的财宝 你的灵性会越来越低 你的情感越来越重 理智越来越低 所以你就变成 情太重了嘛 你会越熏陶啊 情越来越重 情越来越重呢 情深水嘛 以后会怎么样 往下醉 就变成说你自己呢 就好像给贼抢弃很多财宝了 灵性越来越低 理智越来越少 会堕落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 不要弄到自己呢 给贼呢 偷了 你还不知道啊 还以为外面的东西很吸引 爱看 爱听 哪里知道呢 在这当中让你造了很多罪 实习因 受六交报啊 那我们现在正式来解释这个 迎合恶报从六根出 佛就 问说 什么是 恶报从六根出呢 什么是说 为什么六根导致恶报呢 一者 他解释了 一者 不过 我们前天已经跟大家讲 六根 会让你造罪 也会让你怎么样 成佛 不会用呢 就造罪了 会用就成佛了 那现在他说 迎合 如何 恶报从六根出 一者见报 我们看见报 为什么我们会造罪业 大家知道为什么会造罪业吗 见什么 见尽其贪爱 多数是这个问题 那就是怎么样呢 你们看到那个境界 很诱惑人的境界 你控制不了你自己 你被什么境界转 被什么境界转 被什么境界转都不知道啊 我刚才跟你们讲嘛 跟尘是哪一个 被哪一个转 被六成所转 就是 你控制不了自己 你眼睛看东西 耳朵听声音 鼻子嗅气味 舌头肠味道 身体接触 接触外面的促成 这样子 这一些外面的环境 你接触了之后 你控制不了自己的贪欲 你被什么样呢 六成所转 所以 你就是不能够反文文字性 信尘无上道 你是跟着什么跑 跟什么跑 外面的什么 六成 跟着六成跑呢 才会造罪业的 首先我们看的是见报 见报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 透过眼根 来看 能够看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我刚才说是什么 见什么 见视 见视 也叫掩视 另外一个 更加 标准的讲法 能够看的是我们的见性 见性 能够看的 那个我们的见性呢 透过眼睛 看到了什么东西呀 看到什么 射程 看到射程 然后被外面的射程所影响 我们就造种种的罪业 结果呢 就要受 什么呢 招引恶果 结果要受恶报 恶果 见报 首先是我们看到了 看到了之后 招业 就招引了恶果 那么此见业交 什么叫见业交呢 见业交就告诉你说 我们造罪绝对不是只是 用一个眼根来造的 我们就像刚才腾阳所说的 他有好几根帮助的 所以叫见业交 见业就是什么呢 透过眼睛看 然后呢 起种种的贪求 造了见的业 这个见业呢 跟其他的业互相交作 互相帮助 所以才会成就那个地狱的因 如果他单单眼睛看 看到那个东西我很喜欢 但是他没有 采取行动呢 去得到他的话 没有正式 造成偷业嘛 对不对 要造成偷业 不只是用眼根 还要用耳根 声根 意根 各方面来去帮助才造成这个 地狱的偷业 因为偷父母的钱嘛 所以填羊 要很小心喔 你不要来自遍羊来还债喔 那你看 业是指什么呢 见业交 业是指什么 饿的 是指罪业 我们这个眼根 就跟其他五根 就是我们的耳根 鼻根 舌根 声根 根意根 他跟其他五根是good friends 他们6个是good friends 6个一起互相交换意见 怎么样才能够得到 我们的欲望 的追求 譬如 例如 他说 我们眼睛首先看到一个 如果你营益心很重啦 你有迎席的话 你看到一个美女来了了 你见到美色呢 你的眼睛就怎么样了 就一直望着他了 对吗 什么都忘记了 实行 心也没有了 六交报也没有了 好像没有这一回事了 只迷在那个美色上 就生起什么心 什么心 爱心 有了爱心之后 记得下来 耳根 会不会也想要多了解一点 有吗 耳根呢 就想要怎么样 耳根就想 哦 你看到了好看了 那我要听听看他声音好不好听 所以耳根呢 哦 他也贼眉啊 他也帮助了 好了 我来开我的耳根 我来听听 他就听了 耳根呢 就听那个声音 那女孩子的声音啊 听起来 哇 不但美丽 而且声音这么好听 这么甜美 他就说 哎呀 他更爱他了 接着下来 耳根呢 就想说 哦 你们两个这么享受 我也要看看 我也要 试试看 他就怎么样呢 秀 秀 秀那个女人的气味 她有没有 涂香啊 麻粉啊 香味 然后那个蛇根呢 哦 他也要 也要插一手 他要怎么样呢 他要怎么样 自我介绍 对呀 就要跟他开始谈话了啊 蛇根 就跟他讲话了 结果就约他出去咯 就谈情说爱咯 还不要紧啊 接着下来 声根又怎么样咯 蛤 蛤 拉拉手 拥抱 拥抱 就接下来就造了什么业 营业了 对的 生就想要接触 义呢 又生什么心 淫欲心 爱恋的心 所以就常常造邪淫的业 所以这个就变成堕 什么地狱啊 什么地狱 抱竹 握铁床的地狱 可是他要去受这个 同住铁床地狱 你之前死的时候啊 因为煮饭是谁啊 煮饭是谁啊 煮饭是谁 眼根嘛 那么其他的是帮凶嘛 所以罪魁呢 是这个眼睛 for这个case 我刚才我们描述的这个见到美女啊 就是 就是 邪淫啊 这个是因为你的眼跟手先看到 那 所以第一个罪手是眼睛开始而导致的 可是如果这个人啊 像你们啊 这一群啊 你们都已经懂得十心六教报 我就 imagine说 你们每个人都已经是 你们的想 你们的理智是 给你们 60% 情是40%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你可能呢 眼看了 我真的很美哦 可是你觉得不行哦 实习音哦 不可以哦 不要看 赶快走 这样会有营业发生吗 对 所以你们要学习这一点 怎么样呢 看就看 不该去追求 哦 要怎么样呢 有一句话讲 眼观 行色 内无有 你们要记住这句话 记得起的话呢 你们不会造罪哦 神是因为他已经死了 死了 这个王者呢 阿拉耶士就离开身体 一离开身体之后呢 他就因为他看到猛火 整个虚空都是火 在他的境界来说 因此呢 他必须要赶快离开 希望能够飞出去这个火 他就飞醉 成烟 他就飞上去 可是啊 又掉下来 那掉下来的时候呢 飞上空 又掉下来 掉下来就跟着烟 因为有蒙火 就有烟 他就跟着那个烟一起掉 就跑去哪里 无间地狱 无间地狱 所以我们那个神士啊 叫阿拉耶士 阿拉耶士呢 也可以成佛 也可以变鬼 就是这个 成佛变鬼的就是阿拉耶士 他那个时候叫中英生了 那 那我问你们 你们要去成佛 还是要去见炎罗王 所以不要跟着这个可怜的这个阿拉耶士跑 他就跑了 见到蒙火 然后还要堕地狱啊 很可怜的 谁叫他当时怎么样呢 看不该看的 然后照罪业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 你们应该 怎么样 是不是应该是去那些 卡拉OK啊 夜总会啊 这些地方 这种地方 更容易让你增长什么席 迎席 第三 后报 OK 到了第一 又是什么事情了 佛这个见报 我们看 继续读 发明二相 一者明见 则能辨见 种种恶物 身无量位 恶者暗见 极然不见 身无量孔 再来一次 这个跟着这个色尘跑的人啊 他给 因为那个 譬如我们刚才讲的是那个美女现前 美女是一个色尘 那么他看到这个色尘这么美 他就跟着跑 跟着跑那眼耳鼻舌生意美 跟着都去追求嘛 这样子的人呢 他一定是照那个营业啦 或者杀业有可能 奸杀案嘛 也是 也是有可能嘛 那所以呢 他一跺地域 奸杀案的人 犯先奸杀案的人 他一跺地域的时候 他就是像刚才讲的先见大蒙火 然后呢 跟着烟就入无间地域 现在呢 中英生呢 就发明 依着他的见业呢 先要受见业的果报 见报 那么他一定会 看到两种项 发明二项 为什么这样呢 其实每一根都是发明二项 首先我们先讲眼根 眼根为什么 这时候呢 他有两种境界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 是看到什么 看到明 跟 暗 明跟暗 那么现在呢 明方面呢 也要受果报 暗方面也要受果报 总而言之 眼根这时候 苦了 当时看到很快乐 现在呢 所看到的都是很苦的很恐怖的 所以呢 因为平时见根造罪都有两种不同嘛 就是因为在光明之下看到什么东西 或者在黑暗当中呢 你又看到什么境界 这个受报的时候就跟着你的货业 有这两种情况 第一 是什么呢 异者明见 明见 是什么 在很亮的情况之下 你什么都可以看到 对吗 这时候呢 看到的不是那么好看的美女了 是什么呢 猜猜看 什么 普遍见到种种的恶物 这个造罪的人他在生前 他明目张胆 为非作呆 在大众 每个人都 都在场的时候他就敢做罪 造罪 所以明目张胆 光天化日之下 他就敢作恶 这时呢 惨了 在 光明之下 他什么都看到 看到恶物 恐怖的 看到什么呢 我们人最怕的是什么 你们怕不怕狼 很凶恶的狼 狼 老虎 牛 他会看到很恐怖的牛头马面 还有呢 带高帽的无常鬼 还有很凶恶的火 你看地域里面有很多火什么 火蛇 火狗 火牛 火马 种种动物 都是火的 如果你那时候给你看到这样恐怖的东西你会恐惧吗 一定恐惧的 所以民间也给你恐惧 暗箭呢 所以他这边讲身无量位嘛 第二 恶者暗箭 即然不见 身无量恐 因为你在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蛮心造恶 也就是说 暗中造恶 不让人家知道 偷偷的造恶 完全不知羞耻 这时候 天昏地暗了 什么 光都没有 日 太阳光也没有 月亮光也没有 星光也没有 灯光也没有 什么也看不见 又那个地域那个地方 静到不得了 静到你很深 无物 无身 无见 即净 你会生无量的孔 有时候你们去一种暗暗 完全暗暗 没有人 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你会不会怕 也是会怕的 所以 这个是箭报所要受的果报 而且这个人你们说 他如果当时在看到美女他还不会取好色心 会吗 会啊 会就惨了 那个要等到同住了 现在还没有到同住那边去 我们 我们 现在来看六根交报 现在是剑根的 第二段 叫六根交报 Intermingle Retribution of the six saints faculties 继续读 六根怎么交报的 如是 见火 烧听 能为 霍汤 洋酮 烧席 能为 黑烟 纸燕 烧味 能为 焦丸 铁迷 烧醋 能为 热灰 如炭 烧心 人生 心火 蹦灑 三谷 空界 偶遇大师说 我们 其中一个根 所造的恶报 其他五根 也要受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造罪的时候 主要是 以一个事 譬如我们现在讲的剑报是掩饰 掩饰为主 来造罪 可是 他要造罪的时候他也会拉 其他事 耳事 蛇事 鼻事 生事 义事一起来造罪 所以他们合作 因此现在 掩饰的果报受完了 接着下来就要受 其他五事也要跟着 受罪 那现在 我们看 因为 这个主犯的眼根 跟着射程跑 那其他帮凶 其他根 这时候 也是贪囚 贪囚外面的 五个层 所以要受报 那么受报的情形是这样子的 我们看 如是 箭火 这个 箭火 就是指眼根 这时候他看到的是火 然后他看到那个火 那个火会做什么 会烧听 什么叫烧听 我们的耳根 是蚊 我们是蚊 蚊是属于水 刚才我说 箭是属于什么 火 火跟水合在一起 会有什么 效果产生 没有啊 你煮水 用火煮水 那个水会沸腾嘛 所以这时候呢 报到那个 我们的那个 听觉 就是报到我们的耳根 这一方面的果报 是能为 霍汤 羊 酮 霍汤羊酮 是什么 那个热汤 还有羊酮 这个是 烧听那一方面的 因为呢 你当时啊 你喜欢听那个女孩子的声音啊 多么的好听 这么甜美啊 现在呢 转成什么 霍汤 同质了 那么 之前你看到他的花容月貌吗 现在看到的是什么了 知道是什么吗 看到的是什么 当时看到美女 现在看到什么了 忘记了 同住 铁床 那么当时听了那么 以前在人间的时候听那个美女的声音这么好听啊 现在 转成什么了 霍汤 霍汤羊酮 烧席的话是什么呢 席是呼吸气 是指我们的鼻根那方面的 烧席就变成什么 我们现在了解 席是属于什么呢 鼻席是什么 是一种气嘛 气 那么火跟气加在一起会有什么 烟 所以烧席就变成黑烟止烟 那个乌烟 红烟 但是这个乌烟红烟是很臭的 很臭很臭 你没有办法 嗅 嗅到你受不了的 再来烧味 味是什么呢 嗅 是藏 藏滋味嘛 他就爱kiss那个女人 他要藏她的身体的滋味啊 这样子惨 到第一次藏什么味道了 能为焦丸铁迷 什么叫焦丸铁迷啊 那个 你们那时候要吞 吞什么了 吞那个铁丸热热的吞下去 还有呢 喝粥 那个粥是什么呢 铁迷是铁的那个 铁的那个汁 铁的汁 这个当你的早餐 所以我们的早餐好吃 还是那个早餐好吃 还需要配麦肉吗 到那边去有的配吗 配铁汁了 还是乖乖的吃啊 不要贪啊 以前所藏的甜蜜滋味 现在变成铁丸 铁汁 吞汁来当早餐 来烧自己的舌头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胃呢 会 跟那个火呢 就使到那个 进阶转成铁丸铁汁啦 然后我们继续看的是烧什么呢 烧醋 醋是什么呢 醋是我们身体嘛 以前就爱抱那个美女啊 她皮肤这么细嫩啊 这个玉体啊 那现在怎么办呢 要抱什么了呢 能为热灰如炭 要抱那个红炭啊 热灰啊 灰里面还有火啦 不是那种没有火的灰啊 再来最后一个 烧什么 烧心 烧心 心也是属火的 跟眼一样 两个都是火 火上加火 就会怎么样 心火 散 空 整个虚空啊 都是好像那个心火一样啊 好像你们放那个烟花 有没有 烟花 这样子的 整个虚空都是那种烟花 但是它很热很痛的 火星四色 散满整个虚空 到处都是 所以烧心的时候就能生心火 奔洒 三骨 三骨 空界 整个虚空都是这样 这个是属于剑豹 六根胶豹的情况 有没有问题 啊 刚才你有提到那个眼睛 是属于火 耳朵是属水 意义是属火 那鼻舌生呢 鼻息他是说气 鼻息是气吗 所以火上加气就变成那个 烟 还有燕喔 胃跟醋 他没有讲到 我没有找到 他没有说 我们可以自己看看嘛 他是说 火再加上那个醋方面的 可是这个胃呢 肠 肠方面是属于什么 我没有看到啊 书里没有写 阿弥陀佛 之前有看到一些书刊啊 也是 佛教的书刊 他 他里面有想到一些微视线的东西 然后我就想到这个地狱 会不会是 像之前那个王子还没有死之前 临终之事 他看到的火啊 那些 是真实的火 还是 他的 他的视线给他看的火不了 还是那个火是地狱的火 他看到的火 那个火真的会烧到他的啦 但是烧不到我们人喔 因为我们不是我们的夜所感 是他的夜所感 就像说 现在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水是水 可是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鬼 鬼看到水是什么 浓血 他们不能喝 不能吃 他们的夜当下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那我们人 本来看到没有东西就没有东西 可是有些人就看到有东西是他的夜所感 为视所限 没有错啊 可是 我又看 不知道怎么输了啊 他是讲 当一个人他下到地狱的时候 他会深感这些 力气所润啊 行刑的时候啊 是很痛啊 可是这也是他的 视所限了 就是讲不是真的 如果他当下那一年能清静啊 他四周的火啊 会变成脸的话 就是讲 其实这些是 违心造的 可以这样讲吗 现在也是违心造啊 你现在也是违心造啊 我们现在都是违心所造啊 可是我们违心所造的这个色身 我们看不空 所以我们 还是认为都是有的 不是空的 你知道吗 现在呢 我们看到啊 有山 有水 有河 有屋子 有万物 这是我们凡复看到 如果你开悟成佛啊 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一片什么 虚空而已啊 连虚空都粉碎了 什么都没有的 看到有是因为我们执着才有这些万象 我们现在的执着是感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境界 那么等到你造罪 你执着才会造罪嘛 对不对 那你造的罪 造的业 就会感到以后 你看到的又是什么 听到的又是什么 但是是不好受的那一种了啦 跟你以前没有造罪之前是不一样了 就是讲下地狱的时候 也是好像我们人间这样 这样整啊 那个东西 当然啦 一样的痛苦了 不是讲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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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一欢不了啊 哈 没有讲那个念一欢 它就 变成莲花 那你要念得起佛号啊 你多地狱的时候 受苦的时候 你能够念得起阿弥陀佛 你就可以 哈 什么呢 什么变莲花 那些火炭炉炭啊 那些种种的热汤啊 什么呢 变成莲花池了 那除非你能够念得起佛 你提得起佛号呢 你就是一念的光明 一念的 什么呢 哈 你有光明 地狱是黑暗嘛 它就会破了 就想不像 另一个角度来看 它又不像人间了咯 因为它是 哦 对 对 在苦境里面 你能够 你得到佛法的制度 你能够改变你的心境 诶 你也不感觉苦了咯 你也觉得还ok嘛 没问题啊 这一切为心照啦 法师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那个 释迦摩尼佛在成佛的时候 提波达多一直在破坏嘛 那有一次他就因为要推石头 弄到他就直接下地狱了 可是你说他是一个正果阿罗汉 所以他在地狱里面 他是不会受罪 就是即使他在受罪 可是他感觉不到那个痛是吗 没有说他正果阿 哦 没有 没有啊 那 那我应该是我记错了吧 是就好像提波达多 他极恶的人嘛 因为他出佛升学 那下到地狱的话 那他不是没有出气的机会吗 多阿鼻地很能出来啊 但是提波达多的case 比较他特别 他是大权势线 他不是普通的恶人 他是菩萨的化身 所以他堕地狱的时候呢 后来他 佛在法华经还给他授记 以后会成佛 有没有 佛要入涅槃之前啊 就把该交代的事情交代了 他也讲说 其实提波达多呢 他现在在地狱 actually 他也没有什么苦的 他被炸油锅啊什么呢 他并不会痛 也不会怎么样 因为他只不过是说 给众生示现 造恶 一定会身陷地狱 但是他是菩萨的化身啊 那么他以后也会成佛 菩萨可以献恶人 造恶事 然后受恶报 但是他内心实在一点也没有苦的 然后他所做的恶事 其实也不是很真的 因为那个上次不是说那个华音经有没有 三才童子啊 五十三餐啊 餐到一个国家 一个国王啊 那国王不是那个国家的人都很恶吗 他为了调伏他国家的恶人 他必须呢 要教化他们 他就制造很多监狱 是人间的地狱 很糟糕的那个监狱 只要谁呢 偷人家东西 所要惩罚的是什么呢 被砍 斩断你的手 真的是斩的喔 你头呢 造罪呢 就砍头啊 所以 上下童子一去看 去参观 他就觉得说 咦 怎么活生生把人呢 人造恶也是一时糊涂啊 何必这样子 残人呢 把人家头砍掉 瘦也砍掉 就觉得这个国王呢 不是善之士 我为什么要参他 有没有 然后后来那个 国王呢 就解释给他听 你来看我的宫殿 他的宫殿啊 哎呦 不是人间所可以找得到的 非常的庄严美丽啊 都是金银珠宝啊 之类造的 你去哪里找一个王公司 是Made by Gold Silver Lapis Lazuli 都是这么名贵的 去哪里找 这么福报那么大 他说你看 我如果造恶 我为什么福报那么大 我真的造恶吗 他就跟他讲 我其实没有造恶 我自己本身是因为 已经得到一种三昧 他入那个三昧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 化身 化出很多身 身体啦 他就化出很多恶人 然后就造恶 然后呢 就被关进监牢 又被砍死啊 等等的 他说 其实被我惩罚死掉的那些恶人都是我的化身 我用那个三昧定力所化出来 不是真的恶人 那么那些真的 老一般的普通人 凡夫看到了 他们很怕 就不敢造恶 他是用那个方法呢 去调伏那个国家的人民 所以菩萨可以游戏神通 跟我们凡夫不一样 我们没有那种神通道理 没有那种的功夫 没有那种三昧 我们真的去造恶 真的就要受那种第一的苦报 阿弥陀佛法师 我 看到这个 六脚报的第一个 就是这个肩包 我想问一下就是 是那个行动 所以才令到他有那样的果报 但是如果他的当时他的心情改变的话 你是说那个果报的性质也会改变吗 可是这个已经是造了营业了吗 你造了营业你再来怎么样 因为 我听刚才秀求讲的那个 念佛号那个 如果真的是能够升起佛号 还有多传讲的那个真的可以 没有那种痛的感觉 有很多他在那边 意思说 他行动上就会造出这样的东西 而不是因为他的 阿拉耶士 所以才制造那样的东西 因为他的行动 所以他才见到这些东西 听到这些东西 他有这些行动 有行动之前一定有什么 心理的什么 推动力吗 一切 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心吗 兴起什么心 贪心 撑心 慢心 就是这十息因嘛 就是这一种的心 这一种的烦恼心 使到你的眼耳鼻舌生意 去造业嘛 那你就要受 六根方面要受这些果报 他 六根受这些果报 为什么他还有机会 升起那个念佛念头 哎哟 多数没有机会 除非这个人呢 他在生的时候 天天念 那么阿弥陀佛 念很多声很多声 他已经念惯了 他才可能记得 你知道吗 不然不可能 所以我说 你们每天看那个电视 每天看那个什么 还有什么 上网 网线网 可以几十个小时 那你不如拿来念 那么阿弥陀佛 因为你控制不了你的 实习因啊 你很容易造地域的因啊 万一多地域呢 还会记得 那么 那么阿弥陀佛 对不对 什么才是能够救你的 你们要搞清楚啊 很重要咯 每天所熏的 熏惯了 到时会记得 其实这个故事 以前我也讲过 我在讲也无妨 有一位太太 她学佛 先生不学佛吗 所以为了要度先生呢 只好想一个法子咯 好了 你每天 以后 这样子好了 我在家里的门口啊 就吊一个铃铛 那么呢你一开门铃铛就 铃一声 你就念一声什么 阿弥陀佛 好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她先生答应她 所以每天呢 一回家 一开门 就听到 他就 南无阿弥陀佛 他就习惯了 后来他先生找死 死的时候 堕地域的时候啊 就是要下油锅那个叉 拿着那个叉 要来 吃她的时候啊 刚好他拿的那一支是有铃铛的喔 很妙喔 他铃铛 他一这样 插下去 另一声 那么阿弥陀佛 结果他离克六立 就离开了 离开那个地狱了 是因为好习惯 好习惯养成 所以到了地狱呢才会记得 如果没有特别这种深层啊 你可能会记不起来 因为我们 苏博世界 耳根 是最利的嘛 所以他每次听到那个灵 他自然而来会念起南无阿弥陀佛 结果在地狱听到那个 铃声 他就会 记得念 那是那个耳根帮助他 耳根有1200功德啊 他帮助救了他一命 这个Oscar你刚才问的问题你应该再问一次 有关腹肠的 再问一次 给大家听 阿弥陀佛 我没有刚才关于那个 阿宋 宋喜 我想如果说他一个人因为腹肠的话如果他 所表露出来的东西啊会影响 很多人的话这样他应不应该腹肠啊 哪一类的东西你必须要 讲清楚一点 要follow什么东西通常我们要腹肠的是什么 就像他如果他讲出来的话会影响一个人的名义的话 或者整个团体的话这样他应该不应该 这样讲出来给大家听啊 I really understand what you say 真的很可怜 所以我就说像你要提的那种 special case 你必须要在那个清静慈劫的笔鞦前 发露给他听 如果在示众地址前面讲真的会 有一些爱讲是非的人他真的会去到处去 搬弄是非 如果你要follow 忏悔你所做的罪业 是跟那个 团体呢有关系的话呢 是你在他那边造罪业的话呢 你怕影响他的名义 那你不如找一个真正直接清静的笔鞦或者笔鞦团啊 他们是直接清静的你找他们跟他们求爱忏悔 他们可以帮助你 要看情况 阿弥陀佛 这里说的这个人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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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因为他看到这个 眼睛上看到 眼睛看到这个 很多这个火啊 and all those things but then a bit different from this 地匠境 and then and what 谢夫相仁说 你说那些优秀的水是一样的 但是那些人们的优秀 我认为他们会看到那些金钢 那些金钢像美丽的女人 然后他们会抱着 然后你说他们看到那些金钢 如果他们看到那些金钢 他们不会抱着 OK 没有错 你讲的是没有错 我讲的只是说他在世的时候 他眼睛爱看美女 OK 没有错 他到地狱的时候 当然他看到那个 铜柱 铁床 他哪里要去躺 要去抱是不可能的 可是只好那一念 就先给他看到是美女 可是到最后结果还不是 是这样子的 他就像你讲 他不会看到那个是铜柱 没有错 只是我是说那个花容月貌到了地狱 变成是铜柱铁床 不是他看到铜柱铁床 他看到是美女去抱他 去在那边才会这样 变化 还有什么 那是法学 我们念这个租 做这个蒙山学义 我们都没有高这个鼎力 这个山梅利利 可是我们怎样要救他们 什么 我都不知道你讲什么 你讲英语比较多了 你讲英语比较 我听不懂你的中国 当我们继续这些 mantras, 然后我们做这个蒙山 我们普通人们不够的 samadhi, 所以我们怎么能帮助其他人呢? 所以蒙山是在你的宫里, 不是在家里。 都是在庙里做, 在家里做的话,那些鬼来到你家, 那你家小孩看到什么都不好, 那我们都是在庙里做, 那么你念那些咒,你诚心念那些咒, 就会有那个力量, 他真的能够把那个食物变成是好的, 然后被加持了, 然后那些众生吃了,都是会得到利益, 有这样子的效果,这是法力, 然后你的诚心力,专心力。 但是, 没有什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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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集体已经完成了, 集体, 如果你真的集体, 没有什么弱的想法, 没有什么弱的想法, 你集体, 去重复一下 mantras, 它会成功, 你知道吗? 他不敢问啊, 其实他要问哦, 如果念阿弥陀佛, 他就可以处理的话, 这样他去哪里? 谁? 那个众生, 因为他念阿弥陀佛, 他就离开了, 他就超生了, 如果他不懂得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他就超生, 离开地狱咯, 看他去哪里转世咯, 投胎。 为什么我们在世的时候, 念这个阿弥陀佛, 没有这个效用啊? 你要吗? 要可以的哦, 你一念现在就去极乐世界, 你想去吗? 你哪里肯现在死? 你要去极乐, 现在你想去极乐, 就等于你现在就要死, 你真的想死吗? 现在没有效是因为我们不想死, 所以没有效, 不是没有效, 是你不够自信, 那个在地狱的人啊, 你看他念佛跟你, 在这边打佛气念佛啊, 那个专心力有没有一样的? 完全不同的, 那个一句就超过你修一百年在这边, 那专心力不同啊, 你看到啪都不得了, 只有喊啊, 拿摩阿弥陀佛那种, 一喊就出去咬喽, very powerful, 那个好像是一心不乱的一句, 一心不乱的一句佛号, 三昧的一句佛号, 很够力的, 立刻就走了, 我们念的是, 散乱心念佛, 没有那么大的效果, 是重一点点善的福报, 啊, 法师啊, 封山有破第一真言啊, 还有辩始真言吗? 这样那个第一每天, 就每天这样子破, 又好回, 又破, 又好, 这样不是每天要破了, 又好回好了, 又破, 这样子很麻烦, 你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不是, 如果, 就是我们每次念了, 就破了那个第一吼, 就是破第一, 那个忠神我们就变食物吼, 过他们受死, 就是他们有的吃啦, 过后他们又在受苦了是吗? 受苦, 明天我们做晚课, 又有念那个, 破第一吗? 又在破他的第一, 又在给他吃, 又好回, 又破又好, 又这样子, 破好, 破好破好啊? 嗯, 如果你现在是第一人, 你信不希望呢, 世间的那些, 寺庙, 做蒙山, 来让你休息一下, 你愿不愿意? 那就好啦! 法师啊, 既然我要每天破第一, 又每天给他休息一下, 做目标直接度他起来呢? 这样容易度啊? 我问你, 可以慢慢度他吗? 不要每天都变食什么啊? 什么慢慢度他, 你意思什么? 哦, 就一个礼拜度一次就好, 一个礼拜破一次就好啊? 没有, 像你, 像每天, 变食啊, 给他们吃啊, 他是每天有, 他除了有, 像食物吃之外啊, 有没有, 他最有没有, 慢慢的减? 有, 因为你念那个咒呢, 他那个咒本身呢, 加持那个食物, 他们吃了, 他触到呢, 他会消罪业, 会增长三根, 那他罪业减轻了, 他很快就出地狱了, 他的地狱的业减轻嘛, 他本来可能要一万年啊, 减轻了可能变成五千年啊, 也不一定, 他就, 可是也不一定, 每一个地狱的众生都能够得到受食这个食物, 要罪业比较轻的才可能啊, 如果像那些无间地狱呢, 是很很难的, 因为地狱众生无量无边, 跟我们人间哦, 比人间还多的啦, 无量无边, 你不是, 我们法力也不够, 也不可能一次度, 如果可以一次度, 地藏菩萨就够了, 够力了, 地藏菩萨一个就可以度全部了, 不是这么容易啊, 我们罪业太重了, 我们伤害那么多众生, 然后你可能一念念咒就好, 那每个人都造罪咯, 每个人都多地义咯, 就给那些出家人辛苦咯, 念念咒就可以出来, 那么出家人工作每天就救那些恶人啊,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自作自受啊, 不能够赖那个出家人来跟你破地义真言, 来念那个蒙山来救你, 谈何容易啊, 你们是不是在想法子看看多地义之后啊, 以后啊, 子云洞的法师有没有念念啊, 念念念, 然后回向给你们, 已经多地义的众生, 那时候我们大概也不在了啊, 不知道下一代的那些出家人, 会不会帮你们念, 就不知道啊, 不要依靠任何人啊, 自己不要去才好啊, 啊, 法师, 这里有一个疑问啊, 很久了啊, 为什么我们一提到地义, 就想到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的化身分身就度, 只是在地义而已吗, 不是, 十方世界都有不是啊, 他分身去度人, 我也不清楚, 地藏菩萨是在, 应该是很多世界, 地藏, 有地狱的地方, 地藏菩萨都会发现去度他们哦, 人间天上, 出生到那些没有地藏菩萨, 应该也会有啊, 菩萨度众生, 不只是说只是度一个地狱的众生啊, 就像你们学佛, 你们学佛现在学了, 哦, 我想要度我爸妈妈, 以后你再学得更多, 你发更大菩提心, 哦, 我也要度我的姐姐, 我的弟弟, 我也要度我的朋友, 那地藏菩萨呢, 难道他就每天, 哦, 他曾经发过我要度第一众生, 那他永远只会度第一众生, 其他道他不想度吗? 不可能的嘛, 这样观世音菩萨有没有可能在地狱度众生? 有, 观世音菩萨也会去地狱度众生, 只要那个地狱的众生跟他有缘, 他会去救他们, 所以你念观世音菩萨, 你就跟菩萨结了缘了, 菩萨呢, 不会忘记你们的, 所以你们要知道咯, 佛菩萨是最慈悲的, 他永远要救我们, 是我们不想念他, 早上法师讲了, 你们就偏偏想念谁啊? 你们有没有想念佛啊? 想念菩萨有吗? 多数是想念谁? 想念computer, 一天到晚就是computer, 你在地狱里面, 你念得出一首寄送,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戒心, 一切唯心照, 也是可以离开, 能够念得出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也是可以离开, 你只要能够念得出佛, 菩萨的名字都可以离开, 最怕就是你到了那边痛到什么都忘记了, 你念不出, 太重念不出, 比如你们生病的时候, 叫你念佛的时候, 念不出来, 你们会, 哎哟,哎哟,痛的时候会讲, 哎呀,哎呀, 都会这样, 念佛的时候, 你们会忘记了, 是说, 你, 当你病, 病得痛得不得了的时候, 又喘, 又辛苦, 又痛, 那时候如果呢, 我们叫你念阿弥陀佛, 你念得出来吗? 你都,哎哟,哎哟,哎哟, 你就是不能够阿弥陀佛, 就是能够,哎哟, 就是不能够阿弥陀佛, 然后, 你, 活着的时候, 病的时候, 你都不能, 何况你在, 在地狱, 这么痛的时候, 喊都来不及了, 然后你还会记得阿弥陀佛, 不容易啊, 除非是那些刚刚来地狱的, 他们那个还没有开始受行, 那么他们还很清楚, 他记得他会念, 然后你听到, 你也可以跟着出去, 是这样, 老师, 我们在做那个, 万佛宝灿的时候, 法师不是有提到, 如果说我们能记得, 有一尊佛啦, 他的名号, 说三成啦, 就是说我记得好像是, 那么无量身佛, 我们就能脱离这个三二道嘛, 所以这个, 如果说很真诚的念, 是否能脱离这个第一之苦? 在哪里念? 你说在世的时候念还是? 在世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做, 我们要避免嘛, Cut off这个言嘛, 不要去第一嘛,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万佛宝灿, 就有这个机会咯, 三成, 你可以脱离, 很多很多, 是啦, 就是很多卡包, 你不用去那个三二道, 所以是否有这种可能性的意思? 有啊, 有, 可是也有条件性嘛, 佛力法力不可思议, 可是如果你念是念, 你的实习因, 你的习气太重, 你念归念, 等一下境界来环境, 一回到那个普通那种环境的时候, 你又造恶, 也是不是那么容易咯, 这些佛号呢, 它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问题在于说, 你念的时候是不是那么自成啊, 这是一个条件, 再来你的相续力够不够咯, 就是你在万佛宝灿期间, 你拜佛啊, 有时候我们业障中, 一边拜都一边睡觉啊, 都很辛苦, 都不能很诚心啊, 所以我们才说, 每年都要拜, 每年都要拜, 拜多了, 每一年都消一点业障, 消一点业障, 业障清, 然后, 过后没有拜的时候呢, 我们每天还是要用六根啊, 对着六成, 又产生六四, 我们是不是又用这十洗印来去造罪啊, 那也是, 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修行不是说, 一年修一次, 一年来一次, Surangama Retreat, 不是这样的, 24小时回到家都要修的, 都要继续的, 继续努力的, 没有问题, 我们就继续看第二个, 文报啊, Retribution of Hearing, 第一, M1, 当根招报, 就是我们的文跟, 就是这个耳根招报, 首先它也是分, 宪报, 申报跟后报, 我们先看宪报, 在484页第4行, 二者文报, 招引恶果, 此文业交, 则临终时, 先见波涛, 墨利天地, 好, 第二呢, 是文报, 文报的宪报是怎么样呢, 因为你造了你的耳根, 耳势, 耳势透过耳根造罪, 你要受果报的时候是怎么样呢, 这个文报会招, 招你, 引你去受恶报, 受恶果, 那是怎么样呢, 此文业交, 这个文呢, 跟其他的业呢, 文业跟其他业互相交作, 就成了地狱的音, 就跟刚才那个剑报呢, 差不多一样的意思, 那可是这个时候呢, 主要的煮饭呢, 第一个手饭呢, 就是文, 就是耳根, 不是眼根, 那其他的眼根, 鼻根, 舌根, 身根, 意根, 是属于帮凶, 上人说, 我们本来应该要反文文字性, 性诚无上道, 但是我们这些愚痴的人偏偏不想打坐, 不想反文文字性, 我们最喜欢文什么呢, 文外面的深层, 每天喜欢听声音, 那听声音呢, 吃人呢, 就喜欢, 把注意力向外听深层, 令自己呢, 享受外面的深层的声音, 欢喜, 享受, 那么最糟糕严重的是, 喜欢听异性的声音, 男的喜欢听女的声音, 女的喜欢听男的声音, 甚至于有些人喜欢听别人赞叹自己, 别人赞叹那一句呢, 就高兴的不得了, 别人骂你那一句, 就气的不得了, 气了之后就起撑, 撑的时候就慢息, 慢息又在那边, 又狂息炸息, 又造罪了, 从那个, 听到欢喜高兴的时候呢, 又增加这个慢息, 所以我们人呢, 从那个耳根那边, 对着深层啊, 耳根呢, 很难控制的, 因为耳根是四面八方, 哪里的声音你能够听得到, 眼根呢还容易控制, 对不对, 你眼根只看前面, 只看三方嘛, 前面旁边, 后面看不到, 就不会, 你没看到就不会动念嘛, 一看到就起心动念嘛, 可是深层呢, 不一样, 你坐在这里, 周围, 前后, 上下, 一有动静, 有声音, 你就听到了, 听到了你的耳式, 一听到声音, 意识就起分别, 这个声音是我所追求的, 这个声音是我最讨厌的, 那么你就起了称心, 或者贪心, 或者愚痴的心, 那再加上那个实习音, 再推动, 你借着下来, 你一定会造口业, 声业, 或者异业, 饿的, 还是善的, 没有一定, 看你自己起的是善心, 还是恶心, 其恶报召他, 吸引你去受报, 临终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先见波桃, 莫逆天地, 为什么文报呢, 首先呢, 会看到什么呢, 波桃, 因为文是属于什么, 水, 所以文业呢, 是先见到波桃, 洪水, 洪水滔天, 波桃, 汹涌, 这个人要死的时候, 他会看到, 整个天地啊, 虚空啊, 都是水, 很怕啊,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整个, 一张海眼镜看到, 全部都是水, 你一定很害怕的, 所以这个是文报的现报, 临终的时候, 刚才我说过嘛, 我们看到山河大地, 是我们的业力所限, 如果你没有业力了, 你所看到的是Empty Space, 夜净晴空呢, 就法界一切变成空, 就是因为我们执着像, 所以才看到万物, 我们现在呢, 继续看第二, 申报, Retribution in Rebirth, 继续读, 王者, 神是, 降驻沉流, 入无间欲, 好, 这时候是这个王者断气了, 神是离开身体, 这个王者的神是, 一离开身体之后呢, 他就会降, 降是什么, 因为整个前面都是水嘛, 那你就会掉入那个水咯, 跺入那个洪水里面, 降驻, 然后沉流, 就跟着那个流水一起下, 越跺越下越跺越深, 就入无间地狱, 无间地狱呢, 这个是他那个, 他说是那个, 之前那个眼根, 眼根是文根的哥哥, 哥哥去地狱了, 这个文根也要跟着去地狱了, 六个兄弟, 一个追着一个啦, 首先现在去的是那个文根, 文根先受报, 第三后报, 后报就是说, 跺地狱之后呢, 会有什么情况, 他会听到什么声音, 我们继续读, 发明二相, 异者开听, 听种种闹, 精神矛乱, 恶者逼听, 极无所闻, 忧破沉默, 耳饰啊, 因为呢, 我们耳根, 我们有耳饰, 我们耳根对着耳层的时候产生耳饰, 耳饰呢, 造罪呢, 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开, 一个是闭, 一个是开的像, 一个是闭的像, 也就是说, 我们耳根啊, 有时是听到声音, 我们造罪, 有时候没有听到声音, 也会造罪的, 我们等一下看, 那首先, 不管是开听还是闭听, 都会呢, 多了地狱之后呢, 耳根受报啊, 就是首先是开听, 开听是怎么样, 听种种闹, 令你精神矛乱, 因为啊, 这个是你在生的时候, 你开听, 也就是说, 你注意听, 你耳是听外面的声音, 譬如, 你在生的时候, 你听到呢, 人家骂你一句话, 你听得很不舒服, 因为尤其那个话呢, 很刺你的心, 而且有很多人听到, 你觉得很丢脸, 你这时候你会怎么样, 百计报复, 一定要报复, 才肯罢休, 好咯, 那真的是把对方杀死了啦, 还是让他前家人呢, 都很, 激浅不灵啊, 让人家很惨, 那么现在, 就要多地医了, 召感什么, 吵, 吵杂, 吵杂, 非常的吵杂, 喧闹非常的吵, 吵得不得了, 你听到那么吵的声音啊, 你精神都很痛苦混乱, 这很可怕, 你们有时会不会很怕吵的, 会吗, 可是你到了那边呢, 你听了, 你会受不了的啦, 会让你头昏脑脏啊, 第二是必听, 必听呢, 我刚才说嘛, 我们也可能说, 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的时候, 也会造罪, 就是当你生前的时候, 你在净尘, 我们说声尘嘛, 声尘就有声音, 有时候没有声音就是很安静, 安静的声尘当中呢, 你什么声音都没有, 可是你坐在那里呢, 你自己呢, 无视声视啊, 你并没有听到人家骂你, 可是你自己心里呢, 生起什么, 疑虑怀疑心, 怀疑心, 觉得人家在骂你, 觉得人家在怎么样, 在陷害你, 所以你就呢, 就陷害他咯, 所以后来, 遭感到什么呢, 多地狱的时候是必听, 必听就极然一无所闻, 什么都听不到, 什么都听不到也是很恐怖的啦, 你会魂魄, 幽魂沉没于黑暗的深渊中, 叫做幽魄沉没, 在这种黑暗的暗静的地方, 又暗又很近, 你的魂魄都吓到好像, 不见了一样, 现在我们看第二段, 就是六根教报, 继续读, 如是文波, 注文则能为则为节, 注见则能为雷为吼, 为恶毒气, 注息则能为雨为物, 撒诸毒虫, 周满身体, 注味则能为浓为血, 种种杂灰, 注处则能为处为鬼, 为粪为尿, 注意则能为垫为薄, 摧碎心破, 如是文波, 文波是什么呢, 就是文报的水, 文是属于水, 这个文报的水, 注文, 就是在这个文方面, 受果报的时候, 那个文波的水, 注到那个文上, 就是你的能够闻的这个情况的时候, 就变成什么, 你可以听到什么呢, 听到什么, 为责, 为结, 因为你生前, 你的耳根造什么罪呢, 耳事呢, 就是一听到别人侮辱你的时候, 你马上会起什么, 憎恨心, 百般的劫责, 你骂了, 因为他讲的话是侮辱你, 你一定会骂他, 骂的很厉害, 骂对方骂的很厉害, 现在多地狱的时候, 留住到你的文上, 你就会变成, 以前你骂人嘛, 现在你就被人家指责你的罪状, 质问你的罪情的那种声音, 你会听到这个, 也就是说, 这时候你就是会被审判了, 文报, 就被先审判了, 然后再来, 注鉴则能为雷为吼, 鉴是属于火, 文是属于水, 建火跟吻水, 两个互相, 怎么样呢, 相继, 就像阴阳相继一样, 如果那个火跟水相继呢, 会产生什么, 雷, 雷吼, 所以, 在这个时候呢, 就有雷, 有吼声, 那, 这个是很logic的, 因为你生前, 你自己本身呢, 一听到人家毁谤你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修养, 你一听到人家毁谤你, 你的眼睛会现什么像, 怒目, 人家看了都很恐怖的, 那个叫怒目, 怒目相相, 相折, 所以现在呢, 到了第一的时候呢, 注到箭那边呢, 就变成那种雷吼, 很恐怖的, 然后, 就有这种雷迹啊, 风吼啊, 还有什么呢, 为恶毒气, 还有那些恶毒气的报应啊, 因为呢, 水被火, 如果水啊, 下面有火啊, 蒸的话, 水就往上蒸啊, 这时候变成一种气嘛, 可是他的气是属于恶的毒气, 第三, 我们看的是, 注习, 则能为雨为物, 撒诸毒虫, 粥满身体啊, 这个是水, 随着气, 闻的是水吗, 鼻的习是属于气吗, 水跟着气跑的话呢, 所以到这个席的时候, 我们他就会变成什么呢, 水又有气就是上什么, 雾嘛, 就会下雨咯, 又有雾咯, 那这时候呢, 还不要紧啊, 下雨下下来的呢, 又很多的毒虫, 然后还有浓血, 还有分尿, 这个是属于, 分尿就很臭咯, 所以这时候呢, 在你的鼻息方面呢, 你就会嗅到很多的臭味, 这个是为什么会感召这样呢, 因为你生前啊, 贪什么什么气味啊, 贪什么气味, 色香酒气, 他也这边有写, 色香酒气, 所以现在呢, 流注于鼻呢, 就变成雨啦, 雾啦, 撒猪屠虫啊, 粥嘛, 你的身体都是那些毒虫啊, 那第四呢是, 诸味则能为浓为血, 种种杂灰, 生前呢, 这里特别, 味呢, 我们人呢, 最主要的是, 贪那个山珍海味嘛, 贪那个肠, 那个山珍海味, 就千方百计呢, 为了能够得到山珍海味, 能够来享用这个山珍海味啊, 来愉快你的口福啊, 所以现在呢, 留注于舌的时候啊, 你就要怎么样呢, 惨了, 要吃什么, 浓血, 杂灰, 污秽的东西了, 住处呢, 只能为处为鬼, 为憤为尿, 生前呢, 一听说, 因为首先是听嘛, 文报嘛, 一听说, 某处啊, 有些是那些爱飘, 爱飘季的人啊, 一听说某某地方那些美女, 是哪一个国家来的, 那一群呢, 都是美女啊, 少女啊, 都是教女啊, 或者是美男啊, 那么他们就贪爱魔畜啊, 所以就去那个地方去飘季啦, 这时候啊, 惨了, 贪这种畜啊, 魔畜, 到了地狱的时候呢, 给你魔畜的是什么呢, 谁跟你在一起啦, 鬼, 畜生, 粪跟尿, 你要你的身体接触的就是鬼啦, 鬼抱你啦, 不然就出生来, 来咬你啊, 来踢你啦, 来怎么样子啦, 然后还有分尿咯, 浸在分尿那边咯, 整个身体接触的都是分尿, 这个就是因为以前你爱抱, 美女或者要美男都好, 一样的, 第六, 是注意则能为殿为薄, 摧碎心魄, 你一闻到别人的骂你, 毁谤你, 你就设计图谋啊, 趁人不知不觉的时候呢, 就侵害报复, 现在呢, 这是你的心的轨迹多端嘛, 现在呢, 到了地狱的时候呢, 从文那边, 已经跑到那个一根, 这时候呢, 就变成电, 电是什么呢? 闪电啊, 还有吓那个跑啊, 如果闪电吓跑啊, 哎呦, 你会吓到你的魂魄都跑掉了, 都吹碎了, 这个是属于六根交报, 因为首先是闻, 闻到一些声音, 你很讨厌的, 所以你呢, 就称恨, 称恨呢, 造罪, 称恨我们那天讲, 一称恨就好像立刀剑嘛, 就会想要刺人嘛, 所以现在到地狱的时候, 就有刚才所讲的种种报, 然后如果是闻到声音, 你所爱贪爱的呢, 你又去贪赢哦, 贪粗咯, 结果到了地狱的时候呢, 就要接触什么呢? 鬼畜分尿啊, 然后呢, 就要报什么呢? 分尿啊, 鬼畜, 种种的, 任何问题? 阿弥陀佛法师, 我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如果那个人平常已经有发鸟, 眼视的, 眼睛看到的, 和耳朵听到的, 这样子意思说, 他在临死的时候, 他只会接到其中一个警戒吗? 还是全部一起来,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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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有一定, 看你是六根交报嘛, 如果你六根都一起做呢, 就是六根都要去收, 如果只是一部分就一部分哦, 没有一定嘛, 我们的业力不可思议, 还是他的那个果报会有点改变, 因为有一些是水, 一些是火, 混合可能不是雷, 全部都是雷, 看你的业是怎么样, 他就现什么咯? 这个只是讲一个大概情况, 不是一律都是这样子的过程? 还有一些是, 举个例子好像警戒上的改变, 而影响到他犯那样的罪, 会不会跟其他人去追求的同样? 举个例子, 好像我所看到的news, 其中一个是说, 当他们在war的时候, 他们抓到那些俘虏, 他为了知道他们的讯息, 所以他们会用, 把他关在一个完全安静的一个room, 给他自己变封掉, 然后他封掉的那过程当中, 他有很多妄想执着那些,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被逼的, 就是他被逼进去room的, 不是他自己要去追求的, 因为之前这几个都是向外求, 而不是外面的警戒影响到自己,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他的果报是否一样? 你是说那些人被俘虏的人, 被逼关在那边, 然后他借着下来做什么事? 发狂, 他在受果报耶, 他也是受第一的果报了, 还没有下第一就受这种果报, 这个人会被俘虏也是他的业吗? 这样子他已经受了这个果报, 但是他在受果报当中, 意思是说他在变狂之前, 他有很多不满等等这样子, 而又造起了另外一个业报, 他会不会在临死中时, 又同样的果报又现前? 就看他的所起的念头, 起心动念是怎么样子咯, 他可能结恨嘛, 也许我在想这个人会变鬼去报仇, 报仇那些抓他的那些军队。 好像有一些人, 他在世的时候做过福报, 这样子他在感受这些, 原本他应该身上做天人, 但是因为他之前也有做过这些坏事, 必须经过这些坏事先, 还是先去做天人,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他面临着警戒, 他可能深怨心, 可能原本变天人变鬼去, 变大力鬼去, 有这样的可能吗? 重者先迁嘛, 看他之前他做善, 后来又做饿, 哪一个比较重啊, 他就, 他可能那个会先迁他去受果报, 受完了以后呢, 福报那个也成熟了, 他就去升天, 没有一定, 不过听说都是重者先迁, 哪一个重的就先去受果报, 所以以前你做了很多饿, 你现在真心求忏悔, 你好好修行, 然后你念佛, 你念佛修行的那个业很重, 善业很重啊, 就先成熟, 然后你肯切发愿求往生极乐世界, 那个那么重的话, 这个先成熟你就去极乐世界, 你去极乐世界呢, 你就不用再多地狱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是说, 他的恶业先满, 但是他有一定的福报, 但是他在那过程中, 他有起了怨心, 但是因为他有福报, 所以他就变了地形罗杀等等这样的东西, 然后去做恶, 但是他之前有福报, 所以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我不明白, 你讲什么? 我没有意思说, 因为有先后的次序吗? 但是他的福报在后面, 哎呀, 总之我跟你讲啦, 哪一个先受哪一个后受都要受啦, 总之都不好受啦, 我没有意思说, 他是在犯的那个业, 会不会影响到他过后的福报? 会,当然会啊, 所做的善恶都是会互相影响的嘛, 譬如你本来你今生, 你读SPM, 你可能可以考八个A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突然间马来文会失败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全部A就马来文失败了, 很奇怪, 为什么你知道吗? 本来命运注定是可以, 结果又不可以, 是因为你在这一生当中, 是不是你不孝顺父母啊? 你是不是做了很多恶事, 所以啊, 就怎么样? 被拿掉公民啊, 公民没有了, 你就变成fail, 会影响的啊, 本来你不应该拿到八个A, 可是呢, 因为你也不是聪明到绝顶, 你不可以拿八个A, 但是呢, 你呢, 特别心地善良, 非常的孝顺父母, 然后带同学也是不自私不自利的, 很愿意帮助其他同学, 然后再加上你的祖先有得, 父母也有得, 哦,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拿到八个A, 你公民都得到, 所以要得到公民赋路呢, 不是说靠聪明可以得到的, 假如你聪明, 但是你始聪明, 可是你又造恶, 你拿不到, 本来该有也没有了, 所以我们重要要得到公民赋路呢, 不是, 不是从那些什么手段啊, 什么什么三十六计啊, 什么什么孙子兵法, 什么奇异No.1啊, 可以拿到, 我不相信, 一定这个人要有得, 他祖先三代有得, 加上自己这一生又非常好, 心地很好, 很孝顺啊, 这种人呢, 会有好运, 他自己不够好运, 也会利益到他下一代, 下一代所生的孩子都是比他还好的, 又孝顺, 年老的时候呢, 会得到孩子的照顾, 这些必须, 所以我们要考虑, 要真正利益你自己, 你还是应该要行善, 没有自私自利的心, 尽本分, 孝顺父母, 而且后面有Auntie告诉我说, 要提醒你们, 不但要孝顺自己的父母, 还要孝顺自己的什么, 家婆,家公,公公婆婆之类的, 才算了, 四点正啊, ok, 我要问人啊, 美节, 你怎样讲, 你听了三天四天的课, 你学到什么, 缺点的现在知道很多了, 所以我要尽量的去改, 然后增加自己的智慧, 去教导别人, 很好, 慧杰, 听了过后, 就觉得自己好像, 每一个都有, 所以, after这个就要改过自新咯, 然后, 就, 就这样咯, 你要知道怎么改吗, 你知道怎么改吗, 念佛啊, 念佛啊, 念佛求参悔啊, 求参悔啊, 好, 呃, 嘉欣, 听了这几天, 真的是觉得, 实习音, 每次都缠在自己身上咯, 就是在这社会,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环境里面, 很难彻底的, 真的是连, 很难彻底的, 不去犯这些罪, 好像就只有, 唯一的出家修行, 然后, 才能够一点都, 不是一点都没有啊, 就, 减少很多, 减少更多了, 嗯, ok, 很好, next one, 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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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了一堂啊, 就是, 你来三届嘛, 唱一届病了, 不能来, 那这一次来了, 你又, 又学到什么? 阿弥陀佛, 这次对这些地域, 好像懂更加多啊, 然后知道, 很多东西要很小心, 要做东西之前, 最好还是, 想, 想清楚再做, 最起码你不要先去做啦, 你只是想先, 然后, 想就是, 情跟想, 有理智啊, 想, 然后, 看多一点这些金属, 听多一点上人讲的东西啊, 就会懂哦, 嗯, 对啊,没有错, 那美姨, 神美, 呃, 黄美姨, 呃, 学了这样多天啊, 呃, 就是, 他们都说了咯, 真的, 在生活上, 真的很容易犯这些错, 很难改啊, 但是还是要尽量去改, 还是要常常提醒自己, 不能这样子做, 然后, 我觉得还是会忘记什么, 所以我一定要买卡带回去听, 嗯, 对啊, 阿弥陀佛, 是真的哈, 呃, 后面, 阿弥陀佛, 然后我觉得哦, 如果, 呃, 学了这些哦, 真的以后出社会啦, 即使是做part time, 或者是, 以后真正出来社会做工啦, 真的是受益无穷哦, 因为, 如果佛那些没有学过佛法的人啦, 好像我以前有做过part time, 然后我知道, 他们, 最普通的例子啊, 就是那些sells哦, 他们就会好像, 要sell出他们的东西啊, 就会, 讲他们的product多么的好啊, 然后他们没有, 没有那种, 即使是不好啊, 他也会讲到极好, 然后他们就会犯了那种, 起啊, 炸啊, 然后就很容易多低哦, 然后我觉得, 真的, 要学多一点哦, 嗯, 要学多一点, 就要多来这边, 学愣眼睛咯, 啊, 验兵, 验兵, 验兵有什么感想, 验兵, 太多喜气毛病了, 要很长的时间改, 很长的时间改, 要用多一点功夫, 啊, 回家要念多一点, 能演奏, 对对, 要念多一点, 最少三遍哈, 啊, 立红, 赵立红, 好, 法师, 安理托佛, 听了之后, 我觉得, 很害怕啊, 因为, 呃, 我是觉得, 差不多每一个都有我的份啊, 嗯, 呃, 我就尝试, 尝试,尝试会去改啦, 好, 很好啊, 嗯, 你自己力量够不够啊, 呃, 你们用什么方法来改啊, 可以分享给其他人知道, 嗯, 现在,呃, 这些喜气毛病啊, 一定要尽量去改先, 呃, 呃, 还有呢, 呃, 要成功, 不可以, 不可以要不择手段啊, 像说以前, 呃, 像说以前, 呃, 为了成功啊, 呃, 像说有时, 哦, 不要分享自己了, 那些笔记, 这样,呃, 一直, 一直想人家输给你, 很多这些毛病啊, 所以现在, 尝试不要去想这些啦, 而且我最重要的是, 回去我一定要跟我父母道歉啊, 一定要跟我父母道歉啊, 啊,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还要,啊, 我还要忏悔啊, 呃, 呃, 有,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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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在学校讲惯了, 呃, 我想问啊, 其实这个忏悔啊, 它是, 是怎样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还不大清楚, 呃, 忏悔啊, 忏呢, 他的意思是说, 忏, 忏呢, 其实是那个, 范文啊, 忏嘛, 忏嘛, 忏就是, 意思就是, 忏其, 前, 千, 悔, 是我们中文的意思, 后悔的意思啦, 其实就是, 但是他意思并不是后悔什么, 而是要悔其后过,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有忏悔心的话, 你要忏你以前, 发愿, 从今以后呢, 我不要再有后过, 我不要再重返, 这样才算是忏悔, 不是只是说, 我真的忏悔啦, 我以前这样真的是不对的, 这样还不够, 你还要讲, 我发愿以后, 我再也不要这样做, 这个才是忏悔,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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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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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 对, , 对, , 对, 对, , 对, , 对, ,